北京时间今天的13点32分 经过大约8个小时的出舱活动 神舟17号航天员 汤鸿波 唐盛杰 江新林密切协同 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的配合支持下 首次完成载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 5时40分 航天员江新林打开问天器闸舱出舱舱门 最后江新林登上机械臂 航天员汤鸿波在舱臂自主转移 配合江新林舱外作业 航天员唐盛杰在核心舱内操控机械臂进行支持 在上次出舱维修实验的基础上 此次出舱活动重点完成了天河核心舱太阳翼维修工作 消除了前期因太空微小颗粒撞击产生的影响 经评估分析太阳翼发电性能状态正常 这是我国航天员首次完成载轨航天器舱外设施的维修任务 10时10分 太阳翼修复工作圆满完成 接下来航天员按计划继续实施舱外巡检作业任务 航天员表现非常完美 尽管洞三江心灵是我们首次登上机械臂 从事出舱活动任务 但是它的表现是非常沉着冷静 它跟洞腰和洞两之间的配合 包括跟地面的配合 非常默契 非常完美 在整个过程当中 按照我们的程序和计划的设计 非常完美地完成了这次出舱任务 13时32分 航天员汤鸿波 航天员江心灵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 按计划 神舟17号载人飞行任务期间 还将开展大量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 事实验与的旁耳以下 永远世 工程 石